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9月份的星座单元 今天呢 节目单位啊 要我来讲的是呢 2023年最新版 十二星座 招财幸运物的总整理哦 跟着入手 豪运更加成 那么我们讲到啊 开运 幸运 招财 小物这个部分呢 严格来讲 应该还是要是每一个人的命盘而定哦 如果你想要有最大的效果 最好的状况的话呢 其实还是要去找到自己适合的这种 招财的颜色啊 幸运物啊 或者是方向 不过 好 我们如果一个比较大方向的来看 以占星学来讲呢 我们在看财运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件呢 就是你的财博工哦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就要从财博工的角度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在2023年 大家可以做一些小小的准备哦 来让自己呢 更招财 首先呢 我们讲到的是 上升在火象星座 比方说呢 你是上升在白羊啊 狮子啊 狮子啊 或是射手座的朋友 其实呢 这个星座族群你呢 发现你自己的财博工啊 其实在土象星座 所以土元素的这个能量的流动呢 往往对于你们的财运的影响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市面上很多开运的招财的这些东西呢 我个人蛮推荐所谓聚宝盆的啊 这个部分 给上升在火象星座的朋友 那么其实啊 在2023年 这个幸运的木星 获章成长的木星呢 会在5月份呢 进入金牛座 那个时候呢 金牛座还会有一个天王星在 所以对于这一个族群来讲 其实2023年 财运是很有爆发力的哦 所以呢 我认为啊 还可以再补充下列一些 幸运小物哦 让自己呢 可能意识到 自己有更多赚钱的可能性 比方说第一个呢 叫做皮夹哦 如果你在放钱的这个皮夹或钱包呢 已经旧了 那我觉得2023年 你可以换一个新的 其实皮夹 皮革的这个部分呢 也跟土元素是有关联的 再来呢 在2023年 上升火象星座朋友呢 其实你们有不错的工作运哦 所以我认为你们在工作器材上面哦 工作赚钱的用具上 比方说你可能需要用电脑啦 对不对 或者是呢 你常要拜访客户 你的服装啦 或是你的这个公示包啊 包包啦 其实都可以哦 在2023年做更新哦 它会提升哦 你在这一年的赚钱的自信跟能力 再来呢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就是呢 用一些不同材质的东西 比方说呢 有一些环保材质的制品 当然你也可以在身边带什么环保块 环保杯 或者是有环保袋 我觉得也不错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觉得可以带有一些些哦 比较属于木星或天王星的元素的东西 比方说你是一个英伦风 那你可能就可以在个人物品上选择 比较偏向英伦色彩的东西 或者是你是巴黎风 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化 那我觉得这些异国文化的元素啊 可以用在你个人用品里面 包括穿着哦 同时呢 像这种太空啊 科技啊 或是占星学的一些符号啊元素啊 我觉得都蛮适合的 不妨考虑看看 再来呢 我们看到是上升 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如果你的上升是在这个金牛 或者是 还包括处女 还有摩羯座的朋友啊 你们的财博功能其实是在风象星座 所以呢 风象星座的元素呢 对于你们提升财运是蛮不错的啊 或者是增加你们财务的流动性 比方说像现在市面上比较多这种 什么扩香机啦 或是这个有一些香氛 或者是精油的一些小产品 我觉得挺不错的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呢 我认为空气清净机对你们的财运 对于个人的健康 跟赚钱的这个状况来讲 也是有帮助的哦 那么再进一步来看啊 其实2023年呢 因为5月份木星就会进入到土象星座 来到你们的这个 跟个人发展有关的工位 所以这个族群其实相对来讲 在这个年份里满有宗教园的 所以如果你个人喜欢 也相信发财经啊 或者是一些庙宇的一些产品 那我觉得在这个提升财运上 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我觉得搭配使用也是不错的 那另外呢 风象的元素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带有一些这种垂坠式的 或吊式之类的 比方说你的钥匙圈 或者是说你的这个手机壳包包 上面要吊的小东西 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开运 或是招财的符纹啊图腾啊 或者是你喜欢这个咬钱铲除啊 或者是你喜欢这个皮修啊 你喜欢招财猫啊 你喜欢这个西方的这个赚钱的 一些什么样的图腾都可以 我觉得个人喜欢是非常重要的 重点是我觉得颜色不要太过于复杂 会比较好 那么再来呢 你在个人的这个打扮上呢 我觉得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耳环 的这个部分 因为呢我们走动的时候呢 特别是垂坠式的耳环啊 会有这种跟着随风摆荡的状况 或者你个人在穿着上 可能有一些流疏啦 或什么样的 这个比较宽松的衣服 我觉得有一种风的能量的元素 对你们是挺不错的 再来呢 风元素虽然能够呃 化身为刚才讲的那些物品 另外呢 风元素也跟科技有关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赚钱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 什么记账APP啊 或软体啊 哎 或是一些课程 其实也非常非常适合呢 这一个族群啊 就是上升在土象星座朋友去使用 不断提升自己的这种 存钱啊 赚钱啊 理财的意识 再来我们看到是上升 在风象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在双子啊 天秤啊 水瓶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虽然是风象星座 可是你们的财博宫啊 其实在什么呢 在水象星座的宫位 所以水元素啊 情绪啊 或是想象力啊 往往会影响你们的 怎么赚钱的 这种也许是能力 或意愿 或是感觉 那么在市面上常常都会有 比方说像鱼缸啦 对不对 或者是这种生态圈啦 水足箱啦 当然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使用 或是有些小产品 有那种流水的 没有 那我觉得那种也OK 那么另外 在我觉得个人的这些小商品上面来讲呢 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几样东西啦 第一个呢 叫做存钱筒 那这存钱筒呢 并不是单纯的只是招财而已 而是它会提升你的一个存钱的意识 因为在2023年呢 这个族群呢 比较需要认知到 就是要这个积少成多 时间的累积才能够带给你更多的财富 那么在透过这个随身把零钱啊 存到那存钱筒的这个过程里 你一存满了就可以拿去存嘛 或是用掉 可是那个过程你会发现 其实你小看的事情它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那个也是 提升财运的一个蛮好的方式 那另外呢水元素呢 除了水以外 其实像是带有海洋啊 水的异象的画 比方说有海洋的画啊 有鱼啊有虾啊有这个贝壳类啊 这些东西呢 其实也是可以思考看看 是不是可以在装饰上使用 或者是呢 你很爱喝水喝茶喝咖啡 那么来一个好的这种杯具啊茶具啊 或上面就带有这样的图腾海洋的水的异象的 我觉得挺不错的 另外呢就是其实在2023年啊 这个上升在风向星座族群呢 嗯在家庭或个人内在里面有一种调整跟更新 所以2023年我蛮建议上升在风向星座族群 做好家里面啊 居家环境的风水 那么这一年呢 因为你们可能工作比较劳累啦 压力比较大啦 所以我认为另外开幕呢 就是这个寝具或者是睡觉用的这个抱枕 所以呢如果可以啊 我觉得可以更新你的这个床垫啦 枕头啦 床单被套啊 这个棉被啊 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很重要 那如果你还是觉得比较容易累的 也许你的预算够 我觉得像一些按摩的器具啊 或是按摩椅也是OK的好不好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哦 最后呢讲到是上升在这个水向星座啊 包括了上升在双鱼 还有这个天蝎 还有这个巨蟹座朋友 这个族群呢 虽然是水向星座 可是呢你们的财博宫 其实在火向星座的这个能量圈里 所以呢在这个2023年啊 我觉得在市面上蛮多这种开运招财的东西里面呢 像是盐灯 蛮适合你们的 或者是带有那种红色紫红色紫色的水晶啊 也很适合你们去做一个 这个招财的使用 那当然很多这市面上会有一些什么紫金洞的商品 那么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不过如果呢你发现你有人际上面的冲突或摩擦的时候呢 可能比较适合的是圆形的水晶球啊 因为紫金洞有的时候会有比较不平整的状况 那它就会反映到你的生活 那么另外呢就是就个别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像是比方说彩妆服装就是色彩可以让你更有精神的东西 在2023年是非常适合你们的 因为2023年呢上升在水晶朋友呢 会有比较多的社交聚会 也叫贵人相助 那我觉得把自己打扮的很精神很漂亮是非常好的事情 再来呢你们可能呢会需要的是呢去更新你们的一些这个硬体的设备 手机啦 iPad啊 电脑啊 或是不管是生活或是赚钱上要用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另外呢 当然如果你本身气血不是很好 是不是有些东西可以改善你的气血循环的 发热的 发光的东西很好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喜欢聚宝盆的朋友 那当然就可以放什么 黄金或是这个亮亮晶晶的东西 或是红色的钞票在这里面 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要提醒这个族群的朋友 因为呢你们可能呢 在这个2023年也比较有一些出差旅行的机会 说不定啊 你可以看看你的行李箱 旅行箱是不是已经破损啦 找不到啦等等等 我觉得也许这个时候也是可以好好的 这更新转换的时候 那以上的这些这个招财心的小物呢 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啦 那我想很重要的就是呢 这些开运招财的小物呢 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它嘛 喜欢它这个才能够带来招财的效果 那另外呢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小物啦 更重要的是第一个我们保持身心的健康 气血旺财运旺 气血旺这个判断思考也会好 所以自然而然我觉得比较能够赚钱 不然光是看医生也很花钱嘛 再来就是呢 我觉得这个年份呢 其实非常需要每一个人投资自己 学习提升自我的价值 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学的东西也够多了 那你就去思考看看 如何把你学的东西用出来 那也许你并不是缺乏学习 你只是缺乏表现 怎么样去讲述你会的东西 好应用更多东西 所以其实工作的这个效率啊 提升它的能力啊也是蛮重要的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呢 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行有余力 即便是一块钱 我也蛮鼓励大家呢可以去做分享 或去做一些慈善的 因为呢财富啊它是一个意识 你要觉得你自己很丰盛很富有 你才能够活在那个状态 同时呢财富它是一个能量流 就像水一样如果你是死水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直有这个财源广进滚滚来的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透过努力工作分享出去 或许我们会创造一个善良的循环 自然而然呢就能够提升财运的更多的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之计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那祝福大家呢在2023年 都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招财商品 同时呢也能够让自己的财运更上一层楼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欢迎订阅吧 extern 欢迎订阅 一群 年对